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68年台大宋文勋教授等所率领的考古队 在台东县长冰箱八仙洞若干海石洞穴进行考古挖掘 发现了台湾第一个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内政部在1988年公告为一级古迹 不过八仙洞的许多海石洞穴早已成为修行者的道场 甚至扩建为庙宇 造成史前文化遗址难以保存 台湾岛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原 距今约八百到六百万年前 贝利宾板块西原碰撞欧亚大陆板块的边缘 使其逐渐隆起 在距今最近一次的冰河期 与东亚大陆相连 因此台湾岛上旧石器文化的出现 时间较其他地区来得晚 并与中国华南地区的史前文化产生联系 长冰文化最早出现的时间 约为距今一万五千年前 八仙洞遗址所发现的石器 大多利用海边历史 以打击法制作的砍杂剂 用来砍杂瘦骨石片器 则可载入 由此推知长冰文化人 以采集渔猎方式为生 1984年刘一昌教授 在苗栗伯公龙 发现一处以打制石器为主的 网形文化 初步确认 这是罕见于台湾西部地区的 旧石器文化 网形文化和长冰文化出土的石器 与中国华南地区出土的石器非常类似 这两种文化类型大致于五千年前消失 学者推测可能因为冰河期结束 台湾海峡阻隔了两岸往来 1970年代初期 台南县佐镇乡一带挖掘出原始人类骨头化石 学者将其命名为佐镇人 佐镇人约生活距今二到三万年前 是台湾本岛目前所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 但没有相关的遗址与遗物 仅能推测 可能属于长冰文化或是网形文化 2008年学者偶然从南台湾民间取得一件人类下鳄骨化石标本 经过学者们长达多年的研究 这件据收藏家表示 至台湾海峡澎湖海沟打捞的化石 应该是生活在45万至19万年前的澎湖猿人 澎湖猿人与北京人同属直立人 此发现让台湖地区人类活动历史更往前推进 澎湖海沟也因此成为直立人在亚洲分布的最东源 距今约一万年前 冰河逐渐消融之际 先民为了追捕野路 在台湾与华南地区往返 而后距今约七千多年前 逐渐发展形成大粪坑文化类型 这个史前文化名称的由来 是因为最早发现于淡水河出海口附近 大粪坑文化在北台湾的遗址 主要分布在五谷关渡原山之间 盆地周围的三路地带 从出土遗物的打字石器 与磨制石器的数量上来看 大粪坑文化人 虽然以采集渔猎生活为生 但已开始种植 鼠域等根筋类作物和养狗 并且出现短期的定居聚落 大粪坑文化人将绳子缠绕在木拍板上 以木拍板拍出的花纹 不仅方便握持也增添美感 此为大粪坑文化的特色之一 大粪坑文化因此被称为出神文桃文化 也与华南地区出神文桃有相似之处 两者之间应该有相当的关系 距今约5000年前 台湾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 各地相继发展出富有地方色彩的文化 例如资三岩文化出土的遗物中 即出现罕见的藤草编织品 此一时期的文化遗址除了奔布在沿海平原之外 也开始往内陆河谷或河街发展 且属于较为长期定居性的原始部落 出土的遗物中以石刀石橱等农具较多 资三岩成方线带穗的碳化稻米 墾丁出土遗物中有稻谷硬衡的陶器 都显示出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有极为显著的发展 1897年日本学者伊人家举在台北原山发现 无数贝壳推断因为史前时代 人类使用贝类后所遗留 互称原山贝种 原山遗址还陆续出土石器 陶器及墓葬等遗物 学者认为原山文化约在距今4500到3000年前 当时台北盆地仍为大湖 原山为有人类居住的小岛 原山文化发展到后期 已经出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特征 可能因为人口持续增加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 不但规模较以往扩大 且有往中央山脉移动的趋势 台东市的悲难文化 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代表之一 其遗址面积高达80万平方公尺 也是台湾地区目前发现到最大规模的史前遗址 悲难文化的特色之一 也可亏知社会已出现贫富阶级的分化 悲难文化人大约生活在距今3500至2000年前 在台北原山、渝南玩山等地 可看到与悲难文化相似的玉器与玉室 而这些地方都没有产域 因此可以推测在新石器晚期岛内 物品交换范围以日益扩大 195年空军飞行官潘克勇在一次飞行任务当中 经过观音山上空 渤南发现罗盘有受磁力干扰的异常现象 为了开发可能存在的铁矿 潘克勇找来台大地职系林曹启教授等学者专家 前往新北市巴里区顶古里勘查 没想到没有找到铁矿 却发现了13行文化 而后经过中研院食育所的发掘探究 13行遗址成为北台湾知名的史琼化遗址之一 为什么将此处命名为13行遗址呢? 依照考古学的习惯 通常以发现地的最小地名来命名文化遗址 13行遗址所在地的别名为13行庄 据传清朝时此地城市贸易商港有多达13家行交在此经商而得名 不过也有学者主张应该是原住民地名汉语 因译的结果 1988年起巴里污水处理厂施工 中研院食育所、丈振华、刘易昌等开始13行遗址的抢救工作 1991年13行遗址被内政部指定为国家二级古基 并在污水处理厂的新南侧保留一块土地 新建13行博物馆 然而这块保留地却仅在原来遗址的九分之一左右 13行遗址发现了许多铁渣和链铁做法 推测13行文化人应该具有链铁的技术 至于铁的来源 学者认为可能取自附近的磁铁矿或是贺铁矿 这些发现让13行文化成为北台湾地区 开始迈入金属气时期的证据 13行遗址的被种中曾出现鱼骨、瘦骨和碳化稻米者等 可知13行文化人应该以稻米为主食 也会捕捉鱼虾、贝类或上山狩猎来补充食物内容 为了避免潮湿与防止虫类野兽的侵劳 13行文化人居住在架高的甘蓝屋内 虽然没有文字记录13行文化人与外地接触的情形 但是在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玻璃、金氏、玛瑙、铜壁等 显示出13行文化人和台湾以外的往来十分平凡 13行文化人的聚落遗迹主要分布在台北盆地及其附近 目前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新北市巴黎区13行遗址 台北市社子遗址等年代距今约2400年前 由于凯达格兰族的活动地点与13行遗址的分布相当一致 且都使用装饰印文的陶器 所以学者认为13行遗址的主人应该是凯达格兰族的祖先 经由前年的讲述与介绍 各位应该可以了解 现今对台湾史前人类生活的认识 是建构在难以保存的遗迹 以及专家学者努力的专研探究上 此外这些遗迹常被民众所忽视或误解 大多是学者意外的发现 所以不容易为大众认识与了解 在学者努力进行探勘与研究时 又往往和公共工程或试用建筑产生冲突 再再都影响了现代人对没有文字记录时期 人类文化的认识 换句话说 对台湾史前文化的了解像是拼凑 少了许多片的拼图一般 至于没有文字的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化样貌 我们又是如何拼凑出他们的图像呢 且在我们下一段影片的讲述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台湾史前文化在旧石器时期 新石器时期、金属石器时期等各个阶段的介绍 在这一节我们特别感谢中央研究院史与所 国立台湾史前博物馆 对于本节图片的授权协助 还有银屋者新媒体文创公司协助改会本节的图片 各位同学在看完影片之后 别忘了还有试题可以去练习 那祝大家学习顺利愉快